地震發生時是2015年4月25日 我突然覺得有少少震動 我有一個念頭閃過地震 但我的腦袋說不可能的 然後繼續看書 再過不夠一分鐘 就已經很大的震動 我就立刻拔著袋子跑 我們就一起住帳幕 住了兩三天 十幾個人分幾張皮 然後又下雨 又在戶外煮食 其實去廁所都是沒有一個廁所的 都是自己找地方 讓我經歷到自己活著是很幸福的 所以就立刻上網 用自己的社交媒體去籌款 很快大約一兩個月就籌到40萬 然後我們就去動員 去山區鎮央派物資 我們買了七噸以上的物資 像帳篷、米、糖、鹽 然後就去派 然後就去山區派了給超過七八個家庭 之後開始我們決定起學校 然後我成立了慈善機構 Light on Charities 阿拼走訪多個災區 選定重建學校的地點之後 就開始招募香港義工 協助重建和體驗山區生活 其實找香港人去做成本是大一點的 但為什麼我都這樣做 其實是很想來的志工 他們可以將自己放下自己的身段 我們香港人可能覺得 尼泊人很窮、很慘 但其實以他們的角度來說 因為他們是這樣的 我們又是不要用自己的尺去量度別人 其實他們反而越簡單的生活 越滿足 近年不少香港人去旅行的時候 還會參加義工服務 我們就問過阿拼 在外地做義工有什麼需要注意呢 看見那小朋友很可愛 就拿著手機這樣拍 其實人家都會反感 可能要想一下 我們是否當他們是動物園的動物 他們可能是逃跑出來的 然後見到在社交外國 見到牠就會找到牠們 當如果是沒問題 小朋友OK 機構OK的時候 拍照的時候 我覺得要想一下自己拍照的動機是什麼 會令到小朋友當中有競爭的心態 希望爭取志工的注意力 其實在我們的兒童之家 和在我們單區同建項目 都是不建議、不鼓勵的 可以派 但可能有一堆物資 是問了真的有什麼需要 譬如兒童之家需要100支元筆 我們會直接交給院長或校長 讓他們自己分配 如果去外國做志工 要將自己擺在跟當地人同一個水平 不要覺得自己是去幫人 而是覺得要跟當地合作 去共同完成一個目標